中文字幕——YK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杂志天下 我是廖杰 和你一起来关注正在流行的话题 节目也在首期江西台同步播出 节目开始我们来说一说化妆品管理 前不久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公布 将从明年的1月1号开始正式实施 这条例加大了对违法行为的惩处力度 综合运用没收罚款 折令停产停业等等措施 来打击违法行为 营造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 化妆品用于皮肤 它的质量那是直接关系到消费者的健康 近些年来随着化妆品行业的高速发展 相关的纠纷投诉是越来越多 这个时候出台了专门的监管条例 那就很有必要 这新条例自然有新的举措 也追求更强的管理效果 比如首次提出化妆品注册人备案人的概念 由他们来承担质量安全的主体责任 根据现行的规定 注册人备案人可以自行生产化妆品 也可以委托别的企业来生产 而在我国75%以上的化妆品都是委托生产的 那么明确了注册人备案人的主体责任 那就确认了委托企业的安全责任 就可以最大限度来保证这产品的安全 另外条例还新增了从业禁止 就企业一旦越线将不准再踏入到化妆品行业 现如今网购化妆品成为新的趋势 这条例不仅实行谁的产品谁负责 还实行谁销售的产品谁负责 电商平台上的化妆品经营者 要全面真实准确的来披露化妆品的信息 电商平台要对经营者实名登记 承担管理责任 我们就希望这一次的监管升级 能够使得化妆品这个行业更加的美丽 好 继续来关注热点话题 个人征信大家都非常的重视 一旦留下了不良记录 不仅可能被银行拒绝发放贷款 还可能给你求职带来困难 正因此呢 最近就有一些个骗子 打着帮助学生注销贷款账户 避免个人征信受损 这样的幌子把魔爪升向了 涉事卫生的大学生 注销学生贷这样的诈骗选择 他选择的对象呢 多数是曾在网贷平台注册过的学生 实施诈骗的时候啊 骗子一般都说 国家正在清查学生贷款 凡是贷款的账户都必须注销 否则呢 就有可能影响到个人征信 为了取得信任 这骗子呢 还爆出你学生的真实的姓名 身份证号码以及你的学号 还出示迎监会授权的委托书 这多从证明之下 那学生就很容易掉落到这个骗子的陷阱 这个时候啊 骗子就让学生从网贷平台贷款 贷出来的钱呢 再转到银监会指定所谓的账户 骗子说呀 只有这样才能跳转到银监会的网站 才能完成网贷平台账户的注销 如果学生这个时候深信不疑 骗子呢 又让他们到其他的网贷平台 进行再一轮的借贷 据了解啊 短短几小时啊 被骗走几万十几万的学生啊 不在少数 对于注销学生贷 有关部门就提醒 不存在什么注销网贷账户的操作 只要你按时还清了贷款 就不会影响到个人征兴 现在网贷诈骗手段乘出不穷 什么套中套啊 连环套啊 房不胜房 在这呢 要给大家起个性 律师呢 多留个心眼 不要给骗子呢 可乘之机 好 接着来说 前不久 北京启动 小旧家电回收日试点活动 让专业公司定期进到社区 居民呢 集中交投 以后啊 用坏的 用旧的 小家电呢 在家门口就能找到一个靠谱的回收渠道 现如今 采电冰箱 这样电子产品的这个回收是比较的规范 有标准化的渠道啊 来进行处理 可相比之下 咱居民家中的一些废旧小电器 却无人问津 回收无门 像什么电风扇啊 吸尘器啊 豆浆机啊 这些小玩意耗电少 体积小 品种繁杂 如果当作生活垃圾丢弃 有点可惜 也容易流露到非环保的渠道 造成环境污染 北京这一次推出回收试点活动 让企业啊 是每天走进一个社区 居民用废旧电器来换取这个兑换券 这些个券呢 你可以来购买米啊 面啊 这些个生活用品 既解决了白占地的家电垃圾 还能获得一些小礼品 这样有温度的操作啊 是令人暖心 难怪有人说 如果条件合适啊 都可以在其他地方来推广 要不说 回收企业净社区 盘活废旧小家电 那是解决了居民的大麻烦啊 好 接下来进入到板块杂志标题 来看最新一期的中国经济周刊 文章标题 一部剧带火一座山 最近啊 这电视剧隐秘的角落热播 其中有一幕剧情 就男主角把岳父岳母推下山 是引发热议 而剧组这个拍摄地某山呢 也引发大家的关注 网友是纷纷表示 看完剧后啊 心里都有阴影 都不敢去爬这个景区的山了 但其实呢 剧中的事发位置啊 是有护栏的 而且呢 拍摄场景的时候啊 是在摄影棚里面拍摄的 是由这个特效后期给它合成的 不是在实景地实拍的 但景区工作人员呢 那心情就有点矛盾了 一方面呢 是自家景区 由这个电视剧呢 带火了 可另外一方面呢 这个桥段却给观众造成了一些误会 给咱景区管理呢 带来了困扰 那近几年 因热播剧引发的困扰啊 还不只有这一起 因为电视剧都挺好爆红的苏州某 这个小胡同啊 成了网红打卡地啊 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 受到了不少打卡游客的干扰 有专家就建议啊 影视剧在上映之前 就不妨进行一个更全面的风险评估 在有可能造成不当影响的情况下 就应当啊 标注 与显示拍摄地无关这样的字样 总之吧 影视剧和现实场景联动 应当承担起更多的保护责任 这也算是咱们对热播剧关注角度的 一个隐秘角落 好 接下来进入到另外一个板块 杂志图片 安徽合肥开展暑期环保课堂主题活动 通过环保时装秀 垃圾分类等小游戏 帮孩子们呢 从小树立爱护环境的意识 因为疫情影响 教师们通过打包直播 为毕业生打包行李 并寄送给每一个毕业生 有人说 这也算是毕业季的毕业季 一家餐厅推出大熊猫玩偶 陪吃服务 用熊猫玩偶来保持一个社交的距离 如此萌萌的贴心提醒 成了一道可爱的风景线 山东朱家平春 全村的老人为七十二岁孤寡老爷爷过生日 老人们是现场包饺子吃蛋糕唱生日歌 最后还拍起了创意生日照 这还真是别样生日会最暖老人心 好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政务平台的谐音梗 最近不少人发现 他们所在地区的政务平台换了个名字 这名字呢都有谐音梗 你比如广西 那叫壮掌柜 有掌柜跟你壮胆撑腰 啥事呢都能办得了 有人总结一下 这些名字里半字倍是最多的 你像湖北的呢 就叫恶会办 就是这恶呀 就我的意思 意思呢恶会办 我会办 还有重庆呢就叫愉快办 那天津呢叫精心办 开封呢就叫便捷办等等 这些政务平台的新名字 活泼有趣 狠接地气 网友纷纷夸赞 说太秀了 事实上啊 这种秀很有必要 在互联网时代 酒箱啊也怕巷子深 优质的品牌服务 你想要获得更多的关注 就要懂得用户的心思啊 要懂得如何推销 这样的道理呢 同样可以适用于政务平台 如今各地的政务工作呢 都在向网络化转型 想要吸引市民在网上办事 首先呢 咱得取一个好名字 让大伙一听就能记住 对于这一点 这些谐音梗的政务平台 那就做得不错 他们这个名字啊 不但简单一计 而且呢 里边还包含了 对服务质量的要求 可谓是用心良苦 同时呢 这也充分体现出 相关部门服务理念的 一个转变 更值得点赞的是 许多政务平台啊 不光名字取得好 服务呢 更到位 你比如咱江西的干福通 那是征抓实干 累计上线 六千七百多项服务事项 让各种服务啊 是一路畅通 政务平台 玩谐音梗 要我说 小小的谐音 那装着的呢 是大大的名声 好 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 山寨北斗导航APP 北斗导航系统 全球组网成功 不少人呢 就想着下一个软件 来体验体验 北斗这强大的技术实力 可一搜啊 就发现 冠名叫北斗名号的 导航APP 真不少 有些甚至呢 还收费啊 什么北斗导航啊 北斗卫星导航啊 北斗专业导航啊 看的人是眼花缭乱 那么 这些个北斗导航APP 到底哪个 那才是正中的呢 其实啊 但凡对北斗 有了解的人 都知道 他们中 没有一个是正品 全是山寨货 一来 官方早就多次声明 北斗导航系统 没有推出过任何APP 第二 任何设备使用北斗导航 都不需要下载专门的应用软件 我们就拿手机来说 内置信片 它会自动搜索 选择各大卫星导航系统的信号 目前 七成以上的手机 都用了这个北斗导航 不少共享单车智能所 它接收到的呢 也是北斗卫星的信号 说白了啊 高大上的技术早就在我们身边 只是咱不知道啊 另外卫星导航系统和地图软件 那完全是两码事 地图软件 你可以使用北斗的定位功能 但北斗的作用 绝不是道路导航那么简单 作为大国重计 北斗是近人皆知 但正因为它的知名 就导致有些人浑水摸鱼 借机牟利 山寨北斗导航APP 要么说是李鬼不是李鬼 用之前你可得了解清楚了 千万别找了那李鬼的道 好 继续来关注热点话题 前几天演员程学东 发微博爱特海南警方 说有人在当地捕捞车渠 收到消息之后 海南警方是高度重视 立刻展开调查 程学东这个微博呢 也使得车渠 这个冰威野生动物 进入到了大众的视野 那车渠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简单一点说呀 就是巨大的贝壳 最长得有一米多 最重呢 得有六百多斤 这车渠很大 玉珠的能力呢 那也很不一般 世界上已经发现的 最大的天然海水珍珠 纵约有十三斤的老子蜘蛛 就来自于它 车渠之所以受到保护 主要是因为 它在海洋生态当中的 重要作用 目前在我们国家 所有的车渠科物种 都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其中体型最大的酷式车渠呢 被列为一级保护动物 虽然车渠的捕捞加工出售 是明令禁止的 但是你到市面上 车渠啊 履禁不止啊 你看啊 湖车渠打捞上来 肉呢 被作为顶级的海鲜 摆上了餐桌 那孕育的珍珠呢 被制成名贵的饰品 那壳呢 它也不浪费 经过打磨 雕刻成了把玩手窜啊 摆尖 在购物平台 你搜一下啊 就能看到不少商家 在卖车渠工艺品 国家保护动物被公开售卖 它保护意识之薄络 就可想而知了 车渠的保护 离不开程学东 这样的热心人的参与 但更重要的是全民保护意识的培养 相关执法监督部门 要真正负起责任来 从捕捞打加工再到出售 要扎牢日常监管的篱笆 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 车渠之伤 要我说 保护野生动物 人人有责呀 好 接下来介绍类词 一架反射 前不久有人发帖 说如果把这个铁一架 套在人的头上 人呢 就会不由自主地 向右啊 或者向左啊 转动头部 因为怀疑的人太多了 于是呢 就引发了一场 一架套头挑战赛 结果呢 大多数人都表示 头真的会赚 对此呢 心理专家就解释 说这种现象啊 早在一九九一年就发现 他还有一个专业的术语 叫一架反射 这其实呢 是由人的感官错觉 导致的潜意识行动 什么意思啊 事实上 一架夹住人的头部时 两边施架的力度呢 是一样的 但因为头部两侧 一架它形状不太一样 人们这个潜意识啊 就错误地认为 两边的受力它不同 于是呢 为了保持平衡 就不由自主 不自觉地拽起头来 专家就提醒啊 这个挑战也是有风险的啊 就不建议儿童啊 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啊 来参与 一架反射 要我说 这也是一堂生动的心理课 好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防晒丸 这夏天的防晒丸呢 在网上悄悄地走红 前不久 厦门这个张女士呢 买了洗盒 卖家说 啊 我们家这个防晒丸 植物配方 富含维生素C 不但能防止皮肤被这个晒伤 还可抑制黑色素啊 使用起来轻松便捷 只要吃上几粒 出门就可以不用打伞 不用抹这个防晒霜 尽情暴露在阳光下巴 这张女士啊 听信了这卖家的话 服用药丸之后呢 就大胆地去户外旅游了 结果呢 她这个脸啊 脖子啊 被严重的晒伤都住院了 那么这防晒丸到底有没有用呢 医生就说了 甭管防晒丸里边含有什么样的成分 它的本质呢 还是抗氧化剂 理论上 抗氧化剂呢 可以产生一种特殊的物质 来击退黑色素啊 但问题是 人体对抗氧化剂的吸收率啊 非常非常低 经过你身体的层层过滤 防晒丸最后能起到的防晒的作用 那是微护其微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 像张女士买的这种防晒丸 说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 虽然维生素C 确实有抗氧化的作用 但人体对这种物质的承受力 是有限的 你过量服用啊 反倒对消化道等器官 会产生一些副作用 医生就强调说 目前科学公认的有效的防晒手段 还是抹防晒霜 还是打伞 总之吧 他有那句话 叫防晒无捷径 完事须谨慎 好的 感谢收看杂志天下 读杂志观天下 杂志话题多 在明天中午 接着说 节目最后是天下言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